爱情是场冒险 结局难以遇见 谁能完美出现 爱情是场对决 你有高阵指点 真能全身而退 感受眩晕的瞬间 誓言说千遍到万遍 我只要你真心的表白 不拖鞋 爱情如此危险 时而不见 轰轰烈烈为爱不停歇 我太执着 度日容颜 只怪你太不眩险 爱情如此危险 不顾一切 面对谎言不留情绵 想让爱重回到原点 剧情开始上演 再次沦陷 爱情如此危险 时而不见 轰轰烈烈 为爱不停歇 我太执着 太执着 度日容颜 只怪你太不眩险 爱情如此危险 不顾一切 面对谎言不留情绵 想让爱重回到原点 剧情开始上演 再次沦陷 那 那多少钱啊 老头 老头 你问什么钱啊你 我问你钱怎么 赵总吩咐 今天所有的费用 都由他来负责 请三万安心用餐 来来来 上菜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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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慢用 请我们来 这么高级的餐厅 还请我们吃 这么好的牛排 那 那这个赵总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你怎么还问呢 还问呢你 吃吃吃 赶 赶快吃 赵总他一会儿就来了 到时候你再问 也不迟啊 你去 你去 去给妈找生筷子 好 老土老土啊你 哪有吃牛排 不用刀叉的 你不要脸 我还有脸哪 这么大年纪了 这东西都不会吃 白活了你 你 你再说一句 我立刻就跟我妈走 去去去去去去 你们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好吧 随便你们怎么吃 妈 我借给你吃 来 张哥 张无敬带着他老婆和女儿来了 来 各百小时都过去了 你说那位赵总怎么那么忙啊 你有点耐心好不好 都问了好几遍呢 赵总好 来来来来 进来迎接一下 来 赵总好 是他 韩燕 伯母 伯父 今天不好意思 刚才有个美国公司的视频会议 我给耽误了 抱歉啊 哪里哪里 赵总是大忙人哪 赵总 你能给我女儿这么个机会 我张无人感激不尽 给赵总问好啊 赵总你好 不用客套了 坐吧 赵总这么忙生意一定不小 事业做得很大吧 还好 我 为了我们这个家 我们韩燕也没念过大学 赵总怎么会想到 让他当你的私人助理啊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其实没关系 当妈的担心也很正常 因为我听说过 之前 金玉堂新品酒的命名人 就是韩燕 那就说明韩燕 对酒这方面有一定的见解 所以想让韩燕做助理 你 那 这样啊 那你跟金玉堂有生意来往 有 有一些 其实 其实我们韩燕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我怕她也帮不上您什么忙 要不您另请他人吧 对啊 我想不太适合吧 这点你不用担心 我让你做我的私人助理 并不需要接触什么客户 只是帮忙处理一些繁琐的事情 其实最重要的 是我想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而你我觉得特别合适 不用接触客户 真的不用吗 对 这一点我向你们保证 那就是碰不到 蔡凡与刘家的人了 我是很有诚意聘请韩燕做私人助理的 该问的都问了啊 钱我都已经收了 你说的啊 只要是正经的生意人 你就不反对的 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啊 好吧 好吧 韩燕 妈同意了 你就跟赵总干吧 妈 玉米摊怎么办啊 哎呀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在潮楼方面 我不会亏待你 你妈以后 也不用去摆什么摊了 那怎么行呢 玉米摊怎么能荒废呢 你不用管了 这个交给妈就行了 不用说这些了 好好好 好 赵总啊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以后请多多关照我女儿 一定一定 韩燕 待会儿你就跟我走吧 是 赵总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来 儿子 来 妈帮你啊 帮我翻一下 一会儿你去酒庄 见到赵先生 你一定要表现得好一点 知道了 我又不是第一次接待他了 他的脾气喜好 个性习惯什么的 我都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采凡他是斗不赢我的 我可是你们俩的儿子 小心使得万年传 即使你很有把握 也要全力以赴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这可是关系到 我们一家三口的 老婆啊 别担心了 这么优秀的血童 能生出笨儿子吗 再说 清除欲蓝 而胜欲蓝 我相信儿子 一定比你老爸更厉害 那肯定啊 儿子 那一会儿就看你的了啊 你一定要用心哪 我想采凡那个风丫头 要是看见你赢了的话 那她一定会发飙的 嗯 她能奈我何 好啊 怎么了 赵总 我从来没有当过私人助理 你真的觉得我能胜任吗 你别紧张 你就算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也要相信我的眼光 好 况且我常天在国外 在这儿没熟人 我的私人助理 最重要的是品德和操守 这也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 那请问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金玉堂酒庄 你不是说不用接触客户的吗 是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不过今天是个例外 我要去挑选一些酒 你需要做的 就是帮我把那些酒 都给记录下来 以及跟金玉堂的会议记录 可是 我知道 你是怕碰到采凡是吧 你现在是我的私人助理 采凡是会公私分明的 她不会 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放心吧 嗯 是 张晃晃小姐 是我特聘的私人助理 各位领导 请多多指教 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不客气 韩燕 昨天 昨天真的很不好意思 希望你不要跟我计较 刘经理 没什么计较不计较的 真是见外了 我们以后就是一起努力的伙伴 我应该多多向你学习才是 好 太好了 说开了就好 好 赵先生 请 请 韩燕 你们不搬家了 我妈又改变主意了 不搬了 那太好了 进去吧 你看这个 未经过产品的线索 就是 这第三点 这第三点 好 进去 爸 赵先生 现在您对我们金玉堂的酿酒过程 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谢谢 接下来 您能谈一谈 您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想法倒是谈不上 不过的确有几个问题 需要大家探讨一下 这样啊 首先 金玉堂的产品要进军世界 开发欧洲市场 我特别想知道 关于销售部和公关部 你们在这方面 有什么大致的想法吗 嗯 在这个方面我是这么想的 赵先生 我觉得我对市场开发这方面 特别有心得 我们金玉堂酒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 在于它酿酒的原料 这个酿酒的原料呢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业内最优质的 彩凡和刘翔 跟赵先生会谈 也不知道谁会胜出 彩凡这丫头啊 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了 你呀 得对彩凡有信心哪 刘翔这小子 哪有彩凡那份机灵劲啊 这回我们赢定了 彩凡的机灵我清楚 可能刘翔是个人精啊 做事得凭本事啊 刘翔哪有咱们采凡的本事啊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以上就是我对金玉堂 进入欧美市场的销售策略 谢谢各位 谢谢 非常好 非常好 他的报告非常完整 也很清晰 具有国际意识 我觉得非常有趣 赵先生 营销与公关经理 都各自提出了一套 营销方案与策略 你觉得将来 我们应该采取哪个方案比较好 那个 他这个方案指这个下去 刘翔 你收定 这个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你把这两个对比一下 好吗 老先生 是这样的 我认为 公关经理的方案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市场概念 好 这件事 就交给公关经理 你来负责 不过我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商品要脱颖而出 它的起旋很重要 就是因为这种标准的起旋 它往往会在众多的商品当中被淹没 特别是国际营销 我们需要的 不是教科书班的精准和标准 而是出其不意的险招 所以我觉得 销售经理刚才说的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不符合逻辑 但是往往超出常人的这种思维方式 才能引起客户的注意 所以我决定 这个方案用刘翔的 如果派人去美国开发商品 我觉得刘翔是博二人选 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负责把酒运到港口 这件事就要由你全权负责 接下来你会比较辛苦 恭喜 谢谢 谢谢 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期望的 赵先生 多谢您的赏事 相信我们一定能合作愉快 一定一定 对了 明天中午 你把东西运到港口 到时候我会派人跟你接洽 好 放心 记得 尽量走一点 这个时间耽误不多 我办事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交给我 绝对不会出半点差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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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怎么样 好 我知道了 哎 怎么样 怎么样啊 哎呀 你 你快 你快说到底怎么样啊 我们的儿子 儿子怎么样 你快说快说 急死我了赶紧的赶紧的 赢了 儿子赢了 哈哈哈 刘采凡那个笨丫头 这回结结实实地被儿子 踩在脚底下了 哈哈哈 我就知道我们的儿子 是最争气的 瞧你刚才紧张成那副样子 哎呀 我不配合你嘛 就知道掉我胃口了 哎 刘相还说 刘采凡比数的时候 整张脸都夸下来了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哪 总之整张脸都提不上去了 说真格的 我们进入刘家这段时间 每件事情都进行得蛮顺利的 哎 还成 你瞧 叔叔对我们是越来越放心了 是不是是时候 把金玉堂的酿酒秘方 给我们的 放一百八十个蝎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忘记 前几天我还跟大哥说 想进酒庄学习 大哥也答应我了 过些日子就让我去 到时候拿蜜蜂 就如同开罐子拿糖吃那么简单嘛 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这事也没说准嘛 大哥也没答应我 什么时候进去啊 嗯 我就是想弄实了再告诉你嘛 这还差不多 拿到蜜蜂 就算没有金玉堂也无所谓 自己另起炉灶 我们再也不能看他们的脸色 受他们的气了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坐坐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选了谁的方案呢 刘翔的 采凡啊 你说你哪件事情做成了 郭勇他们家三口 像豺狼似的盯着金玉堂 你知不知道 现在倒好 连销售方案都输给刘翔了 你说你还能做什么 哎呀 这种事本来说的 采凡的分析很精彩 只是赵先生他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这种事情都是很主观的 哪能说谁好或者不好啊 那刘翔怎么被说好呢 什么是好方案 被采用了 那就是好的 没被采用就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 那就等于是失败 就是一事无成 刘塞凡 我对你 简直是失望透顶 说够了吗 说够了我要进屋去了 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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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什么本事啊 难怪刘翔的公司没几天 就随便把她踹一边去了 哎呀 你少说两句吧 我有说错吗 我冤枉她了吗 耍什么大小姐脾气 这个丫头 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妈放在眼里 是 惠蜜 来 坐下 你应该好好检讨自己 失败归失败 一家人站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她的心情已经构造高的了 你还责备她 这样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啊 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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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哪件事情做成了 连销售方案都输给刘翔了 你说你还能做什么 刘采凡 我对你简直是失望透顶 采凡 别生气了 我相信妈妈那么说 她不是有意义的 都是我的错 我做得不好 我让大家失望了 别这么说嘛 这项目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啊 如果妈妈亲眼看到 你在工作上的表现 她一定会以你为荣的 你觉得好有用吗 事实上 我就是输给了刘翔 现在那一家三口肯定在嘲笑我 你别把胜负看得那么重要嘛 别让自己不开心 何必呢 再说你这么聪明 要搬回一城还不简单 怎么搬 你能告诉我吗 行了 你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采凡 采凡 你别再生气了好吗 开心一点 笑一个吗 我笑不出来 干嘛非要让我笑啊 你出去吧 别这样嘛 采凡 我叫你出去出去 出去啊 采凡 你走啊走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出去 采凡 采凡 采凡你别这个样子 采凡 走啊 不要来烦我了 好吧 你好好休息吧 我不吵你了 我先走了 好 真不好意思 赵总 麻烦你送我回来 让你费心了 没关系 一点小事 那我们明天见 赶紧回去吧 拜拜 拜拜 赵雨天 你说今天要帮我 说得好听 你是在帮我吗 你冷静的 你小声点说话 别让别人听见了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我真的是在帮你 怎么帮呢 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 是吗 那这样吧 你先冷静点 晚上你到我那儿 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吗 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否则 你也休想好过 好吗 刘翔 今天你的表现很好 赵先生很欣赏你 你要好好地把握机会 放心吧 叔公 就是啊 叔叔 有刘翔这么出色的第四代 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 这小子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采凡呢 怎么还不下来吃饭呢 就等他一个人了 爸 大个儿已经去叫了 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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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大家都等你吃饭呢 大个儿 没事 我临时约了一个客户 要谈一点事情 你跟他们说我不回去吃饭了 那先这样了 拜拜 采 采 来 老婆 我说采凡是不是不好意思来吃饭呢 到现在还不见人眼 她要是不来吃的话趁早说一声 害大家在这边等 是啊 采凡平常是个特别爱面子的姑娘 这回呢 又当着那么多的外人输给了刘翔 没准啊 她心里头 怎么了 你说 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相不堪啊 呸呸呸 什么乌鸦嘴啊 我们家采凡呢 可不是一个经不起打击的孩子 不是 人家不是担心她吗 大个儿 采凡怎么没下来 他不在房间里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跟客户约好了 不回来吃饭了 这孩子 大个儿 快 过来吃吧 坐下吧 坐下吧 好的 这惨犯也真是的 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 要出去也得打个招呼 害我们这么多人 就这么等着他 就是啊 不是想不开就好了 好了 别说了 吃饭吧 哎呦 饿坏我了 好 来 好 你到底怎么跟我解释 一进来就发这么大的火 生气容易长皱纹呢 你少油枪划掉的 你到底玩到什么花样 我没有对你玩花样 让他送酒到美国公司 那也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一个幌子 你是在耍我 是吗 怎么可能耍你 现在只是时机未到 你们的报告还在我手上 其实金玉堂的报告 从头到尾 都在我的手上 来 都在你的手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要着急 不要生气 来来来 先坐下 坐 坐坐坐 其实 我让刘翔送酒到美国公司 那只是想要 错错他的锐气 错错他的锐气 我看你错的是我的锐气吧 明天 刘翔会把酒 送到美国总公司的港口 到时候我的人也会去 接下来 师父 今天可是我的大日子 你给我开稳点啊 是 经理 今天可是我的大日子 你给我开稳点啊 是 经理 你给我开稳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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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开了 你给我开稳点啊 喂 你好 这里是刘佳 您稍等啊 我让董事长接电话 何朝 董事长 是赵先生 喂 赵先生 怎么了 好 我现在就问问他 什么事啊 刘翔这小子 不晓得在干什么 到现在还没有把酒送过去 宇天现在打电话来 先不说这个了 我打电话给郭勇 喂 郭勇 什么 刘翔出了车祸 轻点 让你轻点 你听不懂啊 我的儿子会不会破相啊 我告诉你啊 老师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这么要紧的事 你偏偏又 这把我气死了 喊什么你喊 真是 怎么样啊 刘翔 医生 他伤得严重吗 各位不用担心 他们只是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的 好 结果 那就好 有什么好 没听赵先生说吗 装样品的集装箱 就在码头等装船呢 今天是最后一天 这批样品酒错过这个机会的话 就不能如期运到美国 那美国的宣传活动怎么办呢 人怎么看我们金义堂啊 让赵先生怎么去交代啊 还有什么比人更重要的呢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说人吗 我跟你说公司的 这次我们失去了信誉 就失去美国公司对我们的信任 那就不用合作下去了 你说这个重要吗 国际营销间的往来 讲的本来就是信誉 这么重要的事情 根本不应该交给一个销售经理来处理 这事要是一开始就交给我 根本就不会发生 刘采凡 儿子 儿子 刘采凡 你知道情况吗 你说话得凭良心啊 要不是那条路上有钉子 我能出事吗我 就是 经理说得对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是谁都避不开的 我说这就奇怪 就那么巧 我们的车经过那里就出车祸 不是 你这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 向雨天解释 让他向美国总公司方面有所交代 喂 赵先生 快点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出了点小问题 好 好好好 我知道 叔叔 叔叔 赵先生怎么说 采凡 赵先生让你马上过去找他 想一想接下来的办法 好 爷爷 我这就去 采凡 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 你的车载爷爷奶奶吧 爷爷奶奶我先走了 快去吧 采凡 采凡 采凡最近怎么了 怎么对我越来越冷漠了 怎么对我越来越冷漠了 谢谢啊 再来啊 妈 你怎么来了 不用上班啊 要啊 不过今天我放假 放假 还要这好事啊 是啊 本来赵总呢 有一批酒要运到美国去 可突然间出了一点状况 所以刚刚我跟他吃完饭以后 他就跟我说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就让我先回来了 所以我就过来帮你了 这样啊 是啊 妈 你歇会儿吧 都忙了一上午了 摊子我来看 来 可不可啊 妈去给你买饮料好不好 嗯 好 我去了啊 谢谢 是吗 不可不可 好 你 我给你 有 我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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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